我和我老公是经过没人介绍的 经过了解 我的家人都是不同意我们两个人的结合 说是他家家庭条件也就一般 又是离异家庭 他们家的家庭比较复杂 他的母亲是那种女强人型的 怕也不太好相处 结果婚以后 肯定是要跟他母亲生活在一起的 如果我要是嫁过去 肯定会吃亏 可是当时我的想法是 怎么可能呢 人心都是储处来的 我用心对他 那他肯定也会真心对待我的 再说了 他一个人把我老公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 以后我一定好好的孝敬他 家里人看劝说没用 又拗不过我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没过几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婚后老公对我也挺好 事事都让着我 可是这个婆婆却是事事针对我 就是因为老公是灵异家庭 从小都是婆婆一手带大的 他们两个人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家里忽然多了个人 再加上老公的爱分给了我 这下婆婆的心里就不平衡 老公在家的时候对我很好 处处关心我 然而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他就会和我聊天说 他老公以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会过日子 怎么怎么漂亮 家庭条件多么多么的好 那时候我就在想 人家条件这么好 你怎么没让你中意的女人 做你儿媳妇呢 就这样 我在心里生气也没有说出来 更是没有跟我老公说 毕竟也才结婚没多久 没必要跟婆婆计较这么多 日子还是要过的 后来我怀孕了 在生产的时候 由于胎儿绕起两圈 没办法顺产 所以做的婆婆产手术 生的是个女孩 婆婆有着重男轻女很严重的思想 就这样 婆婆对我就更是不满意了 婆婆产手术 不能像顺产那样 生过孩子就能自己下床 需要有人帮助我才能下床 可是我老公的力气很小 需要婆婆的帮忙 可是我婆婆却说 我孙子我该伺候的 她是你老婆 凭什么我该伺候的 听到这句话 真的让我彻底寒心了 女人最难的时候 不就是坐月子的时候吗 这么狠心的话 你都能说出来 真的是鸡皮贴不上鸭身上